这个作品是当时满足粉丝的需求 直播的时候要剪一个圆堆积经典的演变 既有经典的框架又有商业的属性 首先斜向后偏水平前高后低分区 剪一个A技术圆底线 我们利用头位低15度看上去水平 然后头位抬起来的时候 就会满足前短后长的圆底线 先剪转角线之类 这样更容易控制左右横向空间 达到一个绝对的零度 圆底线 然后次分区利用一点放射 大家注意看好 以不破坏底线 把A技术转变成B技术 所谓与划分线平行 45度 45度切口 其实剪任何的发型都可以先定底线 再剪里面的层次 这样更容易修剪 而且不容易剪缺 那再分到整股以下 大家看好 这样等于是一个外部堆积 直切口 剪完之后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重量线 最终大家 我吹干会给大家看到 一点放射 大家注意一下 每一片的角度都不一样 划分线 只要守卫于划分线平行 就可以得到 这样剪完之后呢 斜向前的划分线比例比较多 一点放射 所以头发呢 它会往前包裹感更强 注意看清楚 这一片呢 划分线已经接近斜向后阻分区了 所以指尖要往上抬 这样不容易破坏外面的外线 等于内部是一个方堆积 另外一侧 同样的修剪 注意看好 如果我们不定圆形底线 前短后长 这样剪完一个后部方的底座时候 会得到后短前长的外线 所以呢 这样等于内部会有形线 是后高前低 斜向前剪 底线呢 是前短后长的圆底线 所谓划分线平行 这样就结束整个静态区 一个外部堆积 再分到黄金点 连接三分之一点 注意看好 点位 我们采用多点方式 斜线 剪堆积 更好下手位 那这块整股区的位置 我们45度 60度 然后带到89度 等于是一个内部堆积 曲线 由外部堆积 转变成内部堆积 曲线 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的重量线 如果剪经典堆积呢 就会比较重 所以我们没有丢失量感 同时又不会产生重量线 进行商业的一个演变 在经典堆积的基础上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细节 等于是内部堆积 因为是斜线 所以逐渐由高到低 角度逐渐降低15度 注意最终的发际线边缘 必须要达到零度 这样整个外线的质感 会比较完整 同时不会剪缺 注意看好角度 也就是89度到45度 等于是一个弧线的切口 吻合了头骨 与底下内部堆积进行衔接 由内到外 这样的剪呢 符合了商业的逻辑 另外一次去剪的时候 注意我们的站位以及守卫 一直呢 由高到低 逐渐降至45度 30 15 0 到最终发际线 所以整个外线呢 既有质感 内部呢 又有轻微的饱满度 最后一刀 发际线 再到我们前侧点 整个静态区呢 剪好到量感区 这个区 大家注意看好细节 同样还是一样的 因为这等于斜向前剪圆形 看一下 接近90度了 但是只要控制 在89度以内就可以了 低于划分线一点点 看上去90度 其实头位呢 是低的 所以要利用到头位 下道更方便 这样剪完之后呢 逐渐多点放射 斜向前剪的圆形呢 流向是往前跑 注意 这是反面教材 叫低角度高切口 这样剪完的爆薄呢 就会容易翘 所以切口 要注意往前收 这样等于上长下短 才会包裹 这一片呢 到侧部点 发片要往后带一片 但是切口一定要注意 是偏水平 也就是零度 往后带的目的 不容易剪去 最后一片 头发往前放射性修剪 低指位一手指 这样去剪 这样更容易达到还原度 梳头发非常重要 另外一次呢 还是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修剪 在直播间的时候 我跟大家去讲了 其实左右脸边呢 通过刻意的去练习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的方法 那到侧部点这一片呢 往后带 这样就可以保留前面的长度 侧部和侧脚部容易减去 但是切口还是15度 零度 最后一刀呢 就自然垂落梳 切口下压15度 斜向后交叉 打磨 不要超过0.5公分 这样还原度更高 切口非常干净 那大家注意一下 斜向前剪的圆形 容易放长前面 放大的圆 斜向后呢 因为前高后低 重心容易往下掉 所以我们静态区 剪的是斜向前 剪圆形 容易挺起来 就是后高前低 大家注意看一下 动感区 我是斜向后剪圆 这样的目的 最终大家看好 我是要制造一个双流向的结果 注意剪圆形的时候 划分线一定要分外虎 千万不要分内虎 很容易掉上去 我们科学的剪头发的时候 利用到划分线 可以使我们的剪头发 变得更加简单 所以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是89度 如果经典堆积呢 就过于重 所以我们这个头发剪完之后呢 外线既有质感 不会剪圆 内部既有动感 然后呢 动感区是斜向后剪的圆 比划分线低一指位 等于75度往下降 进行跟静态区量感区连接 结构非常的扎实 但是这样剪的好处呢 形成动感区往后走 静态区量感区向前走 这样的一个交叉流向 使我们的发型更加的伤业 更加的具有生命力和灵动 注意养成交叉检查 正常中心线这边应该是垂直划分线 景点这边 为什么我要过斜线呢 因为垂直 剪圆形不科学 不好下刀 所以大家要听懂 正常动感区都是一点放射剪的圆 更容易找到自然垂落 我今天斜后的目的 是让头发往后包裹 产生流向 斜前剪圆是更容易往前推动 所以大家要记清楚 不同的刺分区 剪一个圆形 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产生斜前斜后 是要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过掉中心线 都是绕过中心点 有一个角 因为是内部对接 可以看一下 吹杆的向前的包裹性非常强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静态区是斜向前剪的 那动感区是斜向后 所以大家注意看一下 整个头发呢 动感区就会向后的流向 形成双流向 这样满足了经典的影子 又具有商业看成品 抬头低头 动感质感全都有 希望大家有说 感谢观看